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4月29日和30日 是曹有力永生难忘的两天两夜 他被囚禁在一个黑暗的出租屋里 将近48小时 用棍子抽他的腿 用凳子砸他的头 还用皮带抽他 曹有力不知道 他要被关在这里多久 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他 直到5月1日警方的出现 我问他什么话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 就低着头 然后表情也是很低沉 衣服脱掉以后才看到他身上有点被打的痕迹 警方认定 这是一起涉嫌非法拘禁的案件 他们不仅解救出了受害人曹有力 还见到了本案的嫌疑人李鹏菊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初打电话报警的人居然就是李鹏菊 我们也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一般性按照我们正常理解 他把人打了 而且把人关了两天两夜 将近48小时 一般人他是不会报警 但是他选择了自己报警 当时我也想报案 现在他信任不了 我也报案行不行 很理直气乱 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前人李鹏菊 居然主动地报案了 他的行为的确让人有些意外 但是从他理直气壮的样子上看 他报案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自首 而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么李鹏菊和被他拘禁的曹有力之间 发生过什么矛盾呢 李鹏菊33岁 河南人 曹有力26岁 安徽人 警方的调查显示 在本案发生之前 他们两个人并不认识 甚至没有见过面 那么李鹏菊 为什么要拘禁一个陌生人 他要通过这种非法的方式 去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4月29日 看一看 在案发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一起非法拘禁案引出复杂内情 他说我们今天早上回家跟我老公去离婚 是野蛮报复 还是情感骗局 他们究竟谁在说谎 我把这种感觉真的说不上来 也都心价情愿吧 拘禁 一线正在播出 2015年4月29日一早 正在家中睡觉的曹友力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来人正是李鹏举 不过曹友力实在想不出 在哪见过他 对方凶狠的语气 让曹友力不敢开门 吃了闭门羹 但李鹏举显然不会轻易罢休 为了找到这个曹友力 他费尽心思 也做了充分准备 就用那个聊天 直到那个曹友力 住在张浦镇三家村那边 一个出租房里 最后就找到对方住处 29号早晨 我去给我老乡 500说 我500哥往你过去去 拿东西 从出现在曹友力的房门前 李鹏举就口口声声说 要拿东西 所以曹友力必须开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骗给我开门 我说我得拿我老婆的东西 这句话一下子让曹友力明白了 门外这个人一定是王丹的丈夫 王丹是曹友力相恋不久的女朋友 不过王丹不是说已经离婚了吗 为什么李鹏举又怒气冲冲的找上门来呢 我就问她 我说她怎么回事 她说如果说私了的话 她说你就赔点钱 曹友力一下子糊涂了 隐约感觉到自己可能中了什么圈套 于是和王丹相识的经过 瞬间浮现眼前 一个月前 曹友力在网上认识了王丹 两人很快见了面 在关系逐渐深入之后 王丹告诉曹友力 自己已婚 但和丈夫的感情不好 已经有了分手的打算 曹友力说 他满怀期待地等着王丹离婚后 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王丹的丈夫李鹏举 而且还对自己恐吓敲诈 这让曹友力突然怀疑 王丹在这件事中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回想起这一个月以来的经历 曹友力越来越怀疑 这一切就是王丹和李鹏举 设计好的骗局 曹友力满腹忽疑 这两个有敲杂勒索的嫌疑在里面 刚开始说 他说陪仨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现在实际上没有 曹友力满腹忽疑 但在事后 警方的调查表明 王丹和李鹏举 这对夫妻的感情的确不合 4月25号那天 已经准备离婚 如果没孩子的话 我俩早都不在一起了 他就是那个人比较闷 就是不会说话那种 什么事都憋在心里面 也不会就是哄你啊 干嘛干嘛的 就是感觉我不关心他 对他不是说那些 什么好听的话干嘛的 因为我本人也不喜欢 说那种 说不出口那种话 毕竟我是三十多了 谁还能听到那种 说那种话 对于已延续八年的婚姻 王丹早就有些厌倦 他觉得当初是自己轻率冲动 20岁时就匆匆嫁给李鹏举 实在不理智 总感觉就是他不能给我的 因为找个别人聊天 怎么怎么样的 别人会给你说好听的 然后就这一种 就在他身上得不到的东西 就是想从别人身上得到 妻子经常的网络上 找陌生人聊天 没有引起李鹏举足够的重视 在他看来 这只是一时的闲急无聊 过了这段日子 王丹自然会回心转意 只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事情发展的竟如此迅速 王丹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 李鹏举很了解妻子 他知道王丹一旦陷入执拗的状态 任凭谁也很难让他回心转意 尽管在家人的劝说下 王丹没有坚持去办理离婚手续 但李鹏举还是很不甘心 妻子究竟在外面 解释了什么人 对方究竟是和王丹 产生了不正当的感情 还是另有所图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果然李鹏举在王丹的手机里 发现了很多草有力借钱的短信 我开始一玩笑 我说我没钱了 我说你给我点钱吧 然后过了一会 长官就说 他说你在那里等我吧 他说我给你送过去 就是他妈 他妈生命了吗 然后他妈 他妈给他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吓我他的 他就说 他给我说 他妈已经不在了 然后问我有钱 然后他要回家 原来在与王丹认识之时 曹有力刚刚因为生意 赔掉了所有积蓄 直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 可以说曹有力 是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 上网认识了王丹 是肯定是骗子 然后就这样说 有钱 有钱连拜都没有班 又没有班 而且还花我老婆的钱 直到这时 李鹏举才知道 曹有力总共从王丹手里 拿走了五千多块钱 而且他们两人平时的开销 也都是王丹负担 甚至曹有力居住的房子 都是王丹帮忙租的 骗他吗 因为我老婆 一想一想这样 我老婆老是听人家 说什么他相信 我说什么他都不信 一想着 所以就来我上去 李鹏举已经认定 妻子的网上结识的这个男人 根本不是出于感情 而是贪图王丹的金钱 如果不当面揭穿这个曹有力 妻子未来的生活将不可想象 于是4月29日一早 李鹏举带着自己的一个老乡 找到曹有力的住处 跑到后走窗户 我一拉窗户 我一看里边有个男的 我一看这个男的 因为他之前手机里面 有一张这个男的照片 我一看是这个男的 我就明白这个男的还没走 经过一番吵闹 最终 自知李亏的曹有力 很不情愿地打开了房门 我说你进来说吧 我说把门给你打开 然后后来又把门给打开 他进来了 怎么做 你说你这样做对吗 就问他 我年轻的 你不上班 你瞎搞这些东西 李鹏举的质问 让曹有力一时无言以对 而对方气愤难平的样子 也吓坏了曹有力 于是他提出了同意私了的方案 李鹏举要求曹有力马上就打电话给家人 可是曹有力的父母在电话中没有答应当曹有力出钱 这让李鹏举非常愤怒 他举起板凳 就朝曹有力砸去 为了防止曹有力逃跑 李鹏举决定把他带回自己的住处 收走了他的身份证和手机 等曹有力的父母如约付款 再决定是否放人 他老公然后跟他一个老乡 然后在房间里面是看着我 然后另外一个人把门从里面锁住了 然后直到晚上的时候 然后他们两个随时跟我一起睡的 在被拘禁的日子里都是李鹏举买饭给曹有力吃 到了晚上李鹏举还跟曹有力睡在一个房间 防止他逃跑 而在曹有力给家里打电话要钱不成功时 曹有力都会遭到一顿殴打 事实上曹有力身上根本没有钱 答应赔钱只是缓兵之计 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父母不会替他还这笔钱 家里人也不相信他 一开始他母亲说帮他小妈姐姐抄钱了你 后来说这个事情你自己处理 家里帮不了你 反正他也就说 反正就是自己不好好上班干活干嘛的 家里人比较讨厌他烦他 我就说你这人你这个又年轻 我说你不干活你干嘛 想找老婆也不能用这个方法 在详细了解了曹有力这些年的经历后 李鹏举越发觉得自己的做法正确及时 避免了妻子跌入火坑 可是冲动了他似乎没有想过 从他把曹有力关进自己的住处时起 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涉嫌犯罪的阴影始终跟随着他 曹有力的父母迟迟没有付款 事情就这样拖着 似乎没有了定局 实在想不出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李鹏举 最终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我说既然事情不了 你说太多也没说那么多 因为打他或者是关押他 因为到拍了会露口窝脑 我会说的因为这个 只是让李鹏举没有想到的是 当警方了解完情况后 曹有力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反倒是自己被关进了看守所 他老婆在外别认识其他的男人 也没有触犯法律 这只是一个个人的素质 一个道德的问题 在处理家庭事情上 他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这种事情 是把人家关起来 并且对人家进行殴打 那肯定是触犯了法律 我就想我知道我欠他的 我对不起他 但是我一想想 这个事在这放着呢 我就心里 我也过不去这个坎 我知道他肯定也过不去 一辈子的事 我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只要我老婆 我们俩好活日子 什么都好 比什么都好 其他的都不重要 根据我国刑法 犯非法拘禁罪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 侮辱情节的 要从众处罚 李鹏举也许觉得委屈 他是把妻子 从极不理智的婚外情中解救了出来 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怎么自己都涉嫌违法了呢 正当的目的 必须要用正当的方式去实现 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 只会与自己当初的愿望背道而驰 2015年3月24日 在甘醋省甘谷县卢家崖湾村 一个年云六旬的老人 与一名男子紧紧拥抱 失声痛哭 周围的人看到眼里 也跟着喜极落泪 这位老人是谁 他为什么善然泪下 事情还得从今年1月说起 这里是山东省资博市张殿区 一个普通的居民区 自2014年10月开始 李爱珊时常在家里发呆 账博的变化 李爱珊细心的妻子看到眼里 李爱珊有一件新事 这件事压在她的心头十几年了 1999年李爱珊的父亲生病住院 情况紧急 李爱珊提出自己为父亲书写 可是这个想法却遭到父亲的反对 她说你不是我亲生的 从小她就认为她不生死 她就是求生管养的 脱落起来的那个大肩膀 她手里她脸脚脸脚脸脚 就躺着你哭开来 养父母对李爱珊视如己出 这个秘密如果父亲不说 李爱珊根本不会想到 但是对于自己来自哪里 怎么与养父母结缘 他不敢深问生病的父亲 父亲从济南回来以后 就是一年半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任何小孩没有 一年后父亲去世 面对年迈的母亲 李爱珊实在无法开口询问自己的身世 这件事直到四年前才有了转机 最近这四五年 我让养母 把我的身世 她有个受养合同 拿出那个受养合同 我才知道 我具体的出生地 之子莫若母 李爱珊的养母知道 她的丈夫去世前 向儿子说出了这个秘密 只是没有告诉她 她的亲生父母是谁 很多年过去了 李爱珊始终没问这件事 但是母亲知道 这是李爱珊的心事 四年前 李爱珊的儿子也结婚了 思量再三 老母亲拿出了这份收养合同 从这张泛黄的纸上 李爱珊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人 从母亲的口中 李爱珊得知 养父年轻时 在甘肃当兵 结婚之后 一直没有孩子 于是 他们萌生了 要领养的念头 通过中间人的介绍 他们认识了 李爱珊的亲生父亲 丁端仁 当时 丁端仁家中的孩子 比较多 抚养起来 有些力不从心 为了让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父母决定 把他们的三儿子 交给一个叫做 李富海的人收养 李富海给这个男孩 起了一个名字 叫李爱珊 最初的几年 李丁两家还有联系 丁端仁常常来看孩子 但是 这让身为养父的李富海 隐隐有些不安 出于某种复杂的心理 部队复原之后 李富海 没有回到他的老家河北 而是来到山东四伯 于是 多年之后 一场千里寻亲的悲喜剧 拉开了帷幕 男子书写意外获知 绅士秘密 千里寻亲 了却老人多年心愿 生是恩 养也是恩 面对生养之恩 他将何知何从 双重恩情 一线正在不出 绅士之谜被揭开 李爱珊多次蒙发寻亲的想法 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一方面是怕杨母伤心 另一方面 当时李爱珊与妻子忙于工作 工孩子上学 经济和精力都不允许 这件事就放下了 放下以后 我一想等他退休 他退休 我让他看 有机会 最近两年 赵国强发现 丈夫在家发呆的次数 越来越多 人也开始销售起来 我就说 我说你看你 是怎么回事 他就宣布出来一句话 等他退休以后 实在乱退休以后 我还想再干上一年的话 向他回家速去 找到他那个钱 按照当时签了那份协议内容 妻子邦里爱珊 上网查询亲生父母的消息 但协议上写的 天水市甘谷县 自光乡 这个地址早已不存在 亲生父亲丁端仁 这个名字也无从查找 夫妻二人 不断在互联网上发出信息 可时辰大海 始终没有回音 自己走以后 不是什么海村里 自己走 一上来 马上认为这个事 就是很严重 走了这么长时间 也走不走 我说不行 咱转让走 不行 我说走不走 我说 打不时间 闯了 先是更大 我说咱得求助 起初李爱珊 还有些顾虑 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事 好面子的他 不想四处张扬 然而很快 想见到亲人的强烈念头 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上午 赵国强 征得丈夫的同意 独自来到和平派出所 副所长许红接待了他 他都是不断试试 卡的那个线 是不是和平 派出所 你没有找回家 没有找回家 没有找想人 我 这种钱的 他没有找想 他可以挖下 可以把我推出来 派出所的民警 不仅没有推托老人 要求协助寻亲的请求 还十分耐心的 询问起找人的线索 当时赵阿姨 找到我之后 拿出一张那个 泛黄的纸 一看就是年代 已经很久远了 是一张收养合同 根据收养协议上 留下的人名 和李爱珊 生父当时的年龄 民警很快 在公安部 人口信息管理网中 找到了一个 符合条件的人 但查询的结果 令人遗憾 人口信息 就是说已经 就是说 因病去世 被注销户口了 除此之外 警方也没找到 丁端人家庭成员的信息 尽管到派出所之前 赵国强做过心理准备 但是看到这个结果 老人还是很失望 当上班 我的哪个电话 我们留下 留下以后 说你回家以后 等他的消息 送走赵国强 许鸿立即动手 查找线索 即行辗转 许鸿得知 当年的甘谷县自光乡 已经更名为 姚庄乡 很快 他就与甘所省甘谷县 姚庄派出所 取得联系 许鸿知道 因为这件事 涉及公民隐私 不允许通过电话 进行查询 就说这件事 有多么大的难度 就是等待咱们难题 还有多少 放下电话 许鸿立即开车 赶往公安分局 开介绍信 然后我就 我就那个 一派出所的名义 然后我们起草了一个函 然后就是通过 挂号信的方式 给他寄了出去 同时呢 就是一块 把那个收养合同的分件 一块给他寄了出去 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 许鸿决定 给姚庄派出所的李所长 发一个短信 我一开始是先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他就是讲了一下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 一个女同志说 她是咱们资博士 张电风局下面 和平派出所的副所长 叫许鸿 她说 有个事呢 需要我们这边帮忙协助 李所长很快拨通了许鸿的电话 我就跟那个李所长说 如果收到函的话 你看能抓紧时间 帮我们查一下吧 我说这边的两个老人都很着急 考虑到丁端人已经去世 李爱珊的亲生母亲 即使活在人世 年纪也很大了 还没收到资博警方的公函 李强立刻安排社区民警 查找丁端人家人的线索 营养合同里面呢 就提到这个李爱珊老人的富强人叫丁端人 他是我辖区呢 有个村子叫冲树平 冲树平冲 这个村子的一个人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变革和变迁呢 变化都挺大的 消息传回资博 许鸿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 当地派出所已经开始着手 查找丁端人的家庭情况 担心的是 多年中事事变迁 丁端人的子女不知又搬去哪里 从3月5号呢 我们就 郭维靖教导员呢 带的人就到这个村子区 开始二家一户去走访 就是打听和询问 就是有关于丁端人这个老人的一些信息 甘肃省甘谷县姚庄江地处山区 消息闭塞 这里的村民之间大多称呼小名 而林阳协议中丁端人这个名字 生活中很少有人使用 很巧的是 是这个姚庄派出所的教导员 就曾经和这个丁端人老人是一个村子的 就是曾经住到 曾经就说在这个村子住过 然后就说 通过他呢 多方打听 然后就了解了 了解到这个丁端人的几个孩子的下落 当地警方很快找到丁端人的一个儿子 名叫丁穗球 我把山东这边警方的提供的一些信息呢 跟丁穗球谈了 他们这些人谈了一下 完了以后呢 丁穗球他们人一听以后也非常激动 也非常高兴 说他们的老人在世的时候呢 也常提起来就是还有一个儿子找不到 这个情况与李爱山寻找亲人的线索基本本合 就把信息给我们返回过来的 返回过来以后 徐总长及时通知了 这个KD爱山楼人 把信息给他们说了 两位楼人也相当激动 就表示啊 想到赶索去 2015年3月22日 在自博市公安局张电分局的协调下 和平派出所决定派副所长许红 送李爱山夫妇到甘肃去寻亲 在许红的帮助下 李爱山暂时将自己的养母送到养老院托管 临行前 为了感谢自博警方的大力协助 李爱山夫妇专门为和平派出所送上锦旗 汽车徐徐开动 李爱山夫妇无比激怒 没想到 寻亲汽车刚刚开上高速公路 李爱山的妻子就出现了晕车状况 看到赵国强晕车 从山东到甘肃1400多公里的路途 李爱山一直望着窗外 努力回忆儿时的记忆 开车开了有三多小时吧 中间在这个陕西的会议 住一区 现在离开车越来越近了 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直到五十五的房子就飞过去 现在很急 你的养父母对于自己 还好 在这个路上走的过程当中 你想过自己的养父母吗 你二半都干得 感谢哪边的给你的生命 我这边的养母给了抚养 如果哪边不给你生命 这边不给你的养育 你也长不了这么大 所以是尴尬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寻亲车队终于来到甘肃省甘谷县 一下车呢 就看到了丁碎球一家人 脸型 神态 就说不用做DNA 就能确认 就是李爱珊老人要找的亲人 李爱珊有六个兄弟姐妹 大姐已经过世 二姐和大哥也年事已高 出门不变 只有其余的三个兄妹先来迎接 几个人一见就抱头痛哭起来 亲人相见 双方喜极而泣 在场的公安民警和围观群众也跟着高兴 当看到李爱珊老人和他的亲人紧紧拥抱着一起 失声痛哭的时候 我的内心也非常感动 三十多个小时的路程 路途非常艰辛 不光是一个老人 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坐下来 就是身体也是感到不适 下车的时候 这个右胳膊疼的就抬不起来了 但是当看到他们拥抱在一起的那个感人场景 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区民警 自己的工作 我的工作和付出是非常有意义的 与李爱珊相拥而泣的人 是他的二哥和四弟丁碎球 在丁家李爱珊排行老三 他被送走时 他的四弟还没出生 李爱珊的到来 了缺了丁家几十年的心结 回到家里 李爱珊的二哥和四弟一直握着他的手 失散将近六十年的亲人 在山东甘肃两地警方的帮助下 终于团聚了 看到自己的社区群众 能够在这个县城和亲人团聚这种激动的时刻 我们也感到非常高兴 也感到非常喜悦 至于我们社区民警 他的工作和付出 达到了汇报 这是我们的工作支出的 也就是我们一个警察的 如今使辞 也是一种提前 和我们社区民警 这一种工作精神 这是一种追求 再也得到了一种提前 经过DNA的检验 李爱珊正是丁家失散了多年的儿子 对于这一次的千里寻亲 李爱珊并没有告诉他的养母 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 李爱珊觉得这让他难以承受 李爱珊觉得 生是恩 养更是恩 福育之情不亚于血缘之亲 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还会像往常一样 去履行一个儿子的义务 给予养母 心情和温暖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您可以在微博和微信上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栏目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晨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